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种的甜言蜜就像不要钱一样的 张口就来 可是一旦把你取到手之后 他就开始连寻闭露 会开始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你好了 又是这样 你真的嫁错人了 男人会在这三个时刻显得沉默 说明他开门就不爱你的 第一点是在你们吵架之后 男人会显得沉默 虽然说婚后吵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 他在和你吵架之后 就会立刻的保持沉默 根本就不会去想着 怎么去解决你们之间的矛盾 也不会主动的和你认错 更加的不会哄你 那么毫无疑问的 像这样的男人 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爱你 第二点是在节假日的时候 会显得沉默 一到节假日 他会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更比说什么礼物和惊喜了 又是你爱的男人 他会这样 那么很显然的 他是真的不爱你 女人可别装作不知道了 第三点是 在他父母为难你的时候 他会显得沉默 婚后必然会面临的婆媳关系 矛盾 如果一个男人要是爱你 那么他肯定会站在 你和他母亲之间 尽量的去协调 你们之间的关系 当自己的母亲为难你的时候 他肯定会在第一时间 出来护着你 因为他爱你 所以哪怕是在和自己的父母面前 他也是舍不得让你受委屈 会尽量的维护你 男人不爱你的理由很多种 而爱你的男人 只会给你最好的 给你想要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 加点赞分享哦